Hello大家好,我是小龙虾 今天难得天气这么好 我准备去看一下我即将出行的代步工具 小四 这就是我们家的小四 买回来好几年 现在跑了大概有四万公里 平时基本上不太使用 现在就落在这吃灰 然后 这上的鸟屎好多呀 看来我要把它彻理的清理一下 我自个车后备箱非常大 里头收拾比较乱 打下巴的 打算到时候把这个后备箱收拾出来 可以放我们的行李 其实我们对它也是平时多做保养爱护 所以它里面外面基本上都是很崭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一次出去时间比较长 然后我们打算就是 在车里 就租到车里一路上 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车怎么样收拾 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那种床车 这样子在路上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节省很多的那个花销 我把前面的座椅 把它准备放平 然后当那个床 但是我发现它根本就是完全放到最下面 因为就之前没有去把它整个放下面 今天试了一下 它后面这块还是有一点空隙的 完全下不去 所以这块的话 如果要睡在这上面可能需要 再需要一个垫子 要不然的话我们腰部可能会受不了 长时间 我发现如果整个人躺到后面的话 这个腿会一直圈着 它没有办法完全伸展 看来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之前旅游一直是住旅店 走到哪儿然后住到哪儿 这次是为了要节省一些资金 然后打算住车里 但是刚看了一下 因为这个车空间比较小 可能需要升级改造一下 在这里小龙霞就是求助一下 各大网友 如果你们就是在这方面 如果有那些就是有经验的话 可以教教我如何把这个空间 能够打造的就是说 适合长期旅行 然后出去能够住在车里 比较方便一些 在这里我先谢过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在之后的长途完事的话 就是空间利用好的话 出去就人就不会特别累 在此先谢过大家 如果有办法的朋友 可以帮我制支招 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 谢谢 谢谢